是的,范贤不是跑路,行尽跑路,总之是行走在远离江南,远离京都,远离沁国政治风暴中心的道路上。 因为他清楚,不论京都的局势怎样发展,那位皇帝老子心意已定,谁也不能阻止废楚仪式的发生。 既然如此,他在做任何动作都显得有些多余,而且他很担心皇上祭天的时候,会不会把自己救回京都,立在面前当人行盾牌,太子被废,朝堂上肯定会有许多乱流,范贤算来算去,皇帝肯定会让自己去与那些乱流进行一下对冲,重新稳定朝廷的平衡。 这段日子里,他的情绪一直有些低落,如同前文说过的那般,关于人生的问题,总是在他的脑海里浮来沉去,他没有那个精气神理会这些事情,他心里清楚,这种时候,自己逃得越远,就越聪明。 而且没没想到庆国皇帝要在那座清美寂寞的庆庙中,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范贤的心里都有些怪异和不舒服,那座庙是他与临婉儿出狱的方,是他与妻子定情的方,如今却变成了权力争夺的场所,实在有些讨厌。 所以他选择了远离。 当燕小已率领数万精兵直扑北营进行夜袭的时候,范贤也在一个微闷的夜里坐上了大船,从杭州直奔出海口,准备绕着庆国东方起起伏伏的海岸线,进行一次和谐之旅。 这一次出行抢在了皇帝的旨意到来之前,也没有通知薛青,进行得十分隐秘,范贤不想再参合到这件事情里,所以跑很坚决,如果庆国皇帝发现自己召唤他的旨意送不到人手上,或许会生气,但也无法怪罪他。 他是行江南路钦差,本身就需要作牙,唯一需要作牙的直司全在内裤那一块,而他此次乔装出行,用的就是试查内裤行东路门意,只不过百分号是丹州。 回丹州有两个墓,一方面是去看看奶奶,丹州宅子里管家来信说,奶奶最近身体不大好,这让她很是担心。 二来是要就今后庆国和天下复杂的局势,征询一下星号星号星号意见。 他自幼在丹州祖母的身旁长大,受其教诲,每当时态变得有些混乱和不受控制时,他总是下意识里详请奶奶指点迷津。 或许祖母并不能帮他什么,但至少可以让他的心安定下来。 大船出了海口,迎着东面出生的朝阳奋力前行着。 范贤只来得及欣赏了一下天间壮阔的景色,便再次回到仓中。 坐在那一大箱子白银的旁边,偏着头开始数数。 数世怨报中夹着仓州大劫报告。 范贤数来数去,也没觉得这次大劫有什么问题, 只是这次战争或者说局部战斗发生的时间有些古怪,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些天他已经在着手安排, 一旦庆国局势定下来后,自己应该怎样处理? 监察院要不要让出去,皇帝会怎样安排自己, 可是细细贫存着,总觉得自己似乎想太早了些。 狡兔死,走狗就算不入锅,也没太多肉吃。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狡兔非但未死, 而且一直表现得过于老实。 准确来说,长公主李云瑞一日未死, 范贤就不认为这件事情会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又过数日,京都那边废除的事项应该进行到后段了, 但范贤此时孤悬海上,并不知道事情进程, 因为不想接圣旨。 他甚至让船只与监察院情报系统暂时脱离了联络, 就像一只黑色的,有反雷达功能的飞机, 在大海上孤独飘荡。 这日传到了江北路的某座小城, 他所乘坐民船是用那艘监察院兵船改装而成。 一般人瞧不出来问题,所以他本以为这一路回丹州, 应该会毫不引人注目才是。 不料那座小城里的官员竟是恭恭敬敬送来了厚礼, 也为要求见面,便自行撤去。 范贤有些迷糊,心想这个小官怎么猜到自己在船上。 王启年笑着说道,大人气势太足。 这马屁拍得太差劲,于是范贤表示了不满意, 将目光投网到另一位姓王仁兄身上。 王十三郎看了他一眼,耸了耸肩,说道, 谁知道呢?我看你似乎挺高兴收礼。 范贤被他说穿了爱慕虚荣那一面,有些不乐。 王十三郎开怀一笑,走到了船边,手握轻帆, 有如一个小型风帆,看上去显得十分滑稽。 官场之中最要紧便是互通风声, 那座小城里官员知道监察院提司大人在船上, 于是整个沿海一带的周郡大人们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从那天起,船只沿着海岸线往北走, 一路京亭某,便会有当官员前来送礼, 却似乎都猜到范贤不想见人, 所以都没有要求见面。 走走亭亭十余天, 竟是有十四拔人上船送礼请安。 范贤坐在船头, 看着船之边擦身而过那块大清玉, 正是那座被天剑斩成两半的大东山, 物字出神,自己的行踪怎么全被人察觉了? 不过无所谓, 反正离京都越来越远, 离皇帝越来越远, 范贤的心情也越发轻松起来, 反而有些微微沉醉于沿途的风光中, 以及沿途、官员像孙子一样, 侍候的风光中。 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里, 曾经有位灵狐醉鬼承传于黄河之上, 狐利狐图收了无数大礼, 受了无数言语上的好处, 肢体上痛处, 但想必那位大师兄的虚荣心一定得到了极大满足, 尤其是在那干不要脸的师弟师妹面前。 今日之范贤乘船, 范于东海之上, 也是糊里糊涂, 收了无数大礼, 虽无人感扰, 但虚荣心也得到了一定满足。 尤其是在京都风雨、 正盛之时, 自己却能乘服服于海, 大到此风快哉, 这种感觉, 真的很令人愉悦。 哪怕这种愉悦只是暂时, 船过了孤立海边, 如伴遇见直刺天穷的大东山后, 再转两个弯, 看不到山巅那座庙宇时, 便接近了丹州港。 这条海路已经是范贤第二次走了, 对于那座棋绝壮阔大东山, 也没有第一次时冲击感, 但却依然觉得心头微微颤动了一下。 大船停泊在丹州港, 没有官员前来迎接, 范贤松了一口气, 带着高达等几名虎卫和六处箭手。 在丹州百姓们炽热的目光 与无休止地请安生中, 来到了丹州老宅的门口。 范贤微笑想着, 一年前不是才回来过, 这些百姓怎么还是如此热情, 如此激动? 他伸手扣响了老宅 那扇熟悉木门。 然而当手指头刚刚落在门上时, 他眉头就皱了起来, 明显感觉到宅落四周, 有无数双警惕的目光投注在自己的身上, 只是这些目光的主人明显很懂得隐藏身体, 以至于他在短时间内, 都没有发现对方究竟身处何处。 或明或暗的无数道气息, 充满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范贤微微低头, 膝盖微弯, 左手抠住了绣弩的扳机, 右手自然下垂, 随时准备握住靴中那把细长黑色匕首。 跟在他身边的王启年面色不变, 亭端大魏天子剑, 剑身半路, 寒光危险, 剑柄便在范贤最方便伸手抽出的方, 无敌龙叔警号屋整理。 王十三郎视线低垂, 紧紧握着那方青帆, 以高达为首的几名虎卫也感应到了一场, 眉头微皱, 双手已经握住了长刀刀柄。 只有监察院六处的剑手们反应要稍慢一些, 但他们一直散乱跟在提斯大人身前身后, 咒欲敌情, 很自然将身体往街边的商铺靠去, 借着建筑阴暗, 随时准备潜入黑暗之中, 和那些潜伏着敌人进行最直接的冲突。 范贤是个很怕死的人, 所以他带的人手虽然不多, 但都是天底下最厉害的角色。 以前有影子有海棠做风匠, 如今有王十三郎当猛士, 在配以自己、虎卫、剑手, 如此强大防御力量, 就算一位大宗师来了, 范贤自信也可以支撑几个回合。 换句话说, 他本来就时刻准备迎接某位大宗师的刺杀。 然而, 今天在丹州老宅之外, 范贤深州如此强大力量, 却感觉到了四周隐藏之人给自己带来的压迫感, 天生这种压迫感还是从一人身上发出, 这证明了来人并不是一位大宗师, 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集合这么多高手? 范贤皱着眉头, 忽而苦笑了起来。 丹州范府老宅的木门被缓缓拉开, 随着搁之一声, 场间紧张对峙的气氛马上消失不见。 门内出现了一张十分熟悉的面容, 但这个面容绝对不应该出现在丹州。 任大人, 范贤看着宅内的太长寺、 正清、任绍安苦笑说道, 为什么是你在我的家里等着我? 任绍安笑了笑, 却没有与他打招呼, 闭花了一个请的手势。 范贤微微一顿, 回头看了王十三郎一眼, 王十三郎笑了笑, 和监察院六处的箭手留在了宅外。 范贤带着王启年与高达等人向老宅里走去, 一路行进, 并未发现有何异常, 但却可以感觉到这座往年 无比清幽的院落, 今日却是充满了紧张感, 那些树后墙外, 不知隐藏了多少高手。 走到后院门口, 任绍安停下了脚步, 一位太监满脸含笑, 将范贤一人接了进去。 范贤脸上笑容欲发苦了, 看着姚太监半天说不出话来。 走到后院那座小楼, 一楼里有几位官员正安静等候于此, 见着范贤进来, 纷纷起身行礼, 范贤一一回礼, 认出了礼部尚书和钦天监纪人。 姚太监就送到了一楼, 范贤拎着钱筋, 脚步沉重向二楼行去, 奶奶便住在二楼。 掀开二楼外的那道珠帘, 范贤稳定走了进去, 看着他上微有病容的奶奶, 脸上闪过一丝心疼, 看着榻旁正拉着奶奶手说话的那个中年男子, 心中闪过一丝心计。 他走到榻前, 规规矩矩跪了下去, 给二人磕了个头, 这才苦笑说道, 陛下, 您怎么, 来了? 此时范贤的心中全是震惊与无奈, 此次离杭州赴丹州, 沿途风光看风光, 本以为自己像大师兄般潇洒无比, 灰灰衣袖, 把废杵的事情抛在脑后, 不曾想, 原来师父岳不群在这儿等着自己。 朕莫非来不得? 皇帝脸上带着一丝颇堪捉摸的笑容看着范贤, 缓缓说道, 你堂堂一路钦差, 竟然半钦半道丹州来了, 朕记得只是让你全行江南路, 可没让你管东山路的事情。 范贤苦着脸说道, 主要是查看那酷刑东路, 过了江北路后, 想着离丹州不远, 便来看看奶奶, 听说奶奶身体不好, 自己这个当孙儿的。 话还没有说完, 皇帝已是微怒节道, 孝心不是用来当借口的东西, 逃啊, 朕看你还能往哪儿逃。 范贤瞠目结舌, 心想您要废太子, 自己只不过不想参合, 也不至于愤怒成这样吧。 只是他此时心中有无限多的疑惑与担忧, 也不至于傻到和皇帝打嘴诈, 笑着说道, 臣是陛下手中的蝼蚁, 再逃也逃不出手掌心去。 这级马屁明显没有让皇帝的心情有所改观, 只是皇帝似乎也不想追究此事, 淡淡说道, 既然是来尽孝的, 就赶紧上来看看, 如果治不好, 仔细你的皮。 说完这句话, 皇帝站起身来, 在老夫人耳边轻声说道, 母妈, 你好好僵养, 晚上正在来看你。 然后她走出了二楼的房间, 扔下了一头雾水的范贤。 范贤揉了揉腿站了起来, 一屁股坐到了星号星号星号身边, 把手指头搭在星号星号星号脉门上, 扮上之后, 却是身子一软, 背上出了一道冷汗, 老夫人微笑说道, 你这猴子, 也不怕这样吓着我。 我的身体没事, 你怕得只怕另有歧视才对。 范贤内疚无语, 他确实怕的是其他事, 皇帝居然神不知鬼不觉, 来到了丹州, 京都那边岂不是一座空宫? 正在废太子的关键时刻, 皇帝为什么敢远离京都? 这都什么时候了? 皇帝怎么会愚蠢到微服出巡? 安置会龙承受优优优独的关键? 我还得过来, 婚女帝络的关键, 我还得过来, 我可以对你来的地方。 我不是答应啊,